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各自拥有数千核武器 本视频在此盘点历史上发生的威力最大的核爆炸 尤其是当量过一千万吨的爆炸 美国能源部和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些文件 披露了多次高能量爆炸 但一些核爆炸的威力无法确定 因此本文只讨论那些数据可信的爆炸 作为对比 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约为1.5万吨 第九名 美国长春藤麦克 1952年11月1日爆炸的长春藤麦克 是第一枚技术完全成熟的热核武器氢弹 它的爆炸当量达到1040万吨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690倍 它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礁表面被引爆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 美苏展开核军备竞赛 第八名 美国城堡行动之 罗密欧 1954年3月26日 美国在比基尼环礁附近的一艘舶船上引爆一枚核弹 爆炸产生了1100万吨当量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730倍 这次试验的代号为罗密欧 是在布拉沃核试验几周后进行的 这次试验的放射性尘埃扩散到整个马绍尔群岛 第七名 苏联第123号核试验 1961年10月23日 苏联向新地岛投掷了一枚1250万吨当量的核弹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830倍 一周后 苏联在同一地点投放了沙皇炸弹 根据英国《极地地理》杂志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苏联进行核试验之前 新地岛人口稀少 居民主要从事狩猎 第六名 美国城堡行动之北方老 1954年5月5日 另一枚核弹在比基尼环礁旁的一艘舶船上被引爆 这次试验的爆炸当量为1350万吨 是广岛原子弹的900倍 在此后几年里 全球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呼声越来越高 比基尼环礁是一处环绕戏湖的珊瑚礁 在美国进行核试验之前 这里有人居住 在试验前 这里的居民已被转移 但他们再也没能返回家园 因为岛上的核污染持久不散 第五名 美国城堡行动之布拉沃 1954年3月1日 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 引爆了一枚1500万吨当量的核弹 这次核试验代号为布拉沃 它是在地面引爆的 是史上威力第五大核爆炸 根据美国原子遗产基金会 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次爆炸的实际当量约为预估的2.5倍 导致核辐射扩散至太平洋上约7000平方英里 和1.8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使马绍尔群岛居民 美国军事人员和一艘日本渔船的船员受到严重辐射 一些居民被迫搬离家园 马绍尔群岛居民的癌症发病率上升 布拉沃、核试验及其对平民造成的伤害 引发了全球反对核试验的抗议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美国政府向岛屿居民支付了赔偿 1984年 一些退伍美国军人对政府提起诉讼 指控政府对辐射危险轻描淡写 第四名 苏联173号核试验 1962年9月25日 苏联在新地岛上空投放了一枚爆炸当量达到1910万吨的核弹 这是史上威力第四大的核爆炸 相当于广岛核爆炸的1270倍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核试验结束几周后 古巴导弹危机开始了 这次危机把苏联和美国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第三名 苏联147号核试验 1962年8月5日 苏联在新地岛进行的这次核试验爆炸当量达到2110万吨 这是史上威力第三大的核爆炸 这枚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1400倍 尽管威力巨大 但这次核爆炸不如本文提到的其他核试验那么有名 第二名 苏联219号核试验 1962年12月24日 苏联向新地岛试验场投放了一份不友好的圣诞礼物 根据英国自然周刊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新地岛拥有北极地区第二大冰川群 这枚核弹的爆炸当量达到2420万吨 威力不及沙皇炸弹的一半 但仍是史上威力第二大的核爆炸 相当于广岛核爆炸的1600倍 由于它是威力第二大的核弹 所以并没有像沙皇炸弹那样获得一个吸引眼球的绰号 只是被简单地称为219号核试验 219号核试验是苏联最后几次空投核弹行动之一 因为1963年的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此后的核试验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第一名 沙皇炸弹 1961年10月30日 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引爆史上威力最强的核弹 这次爆炸的当量达到5000万吨 大约是广岛核爆炸的3300倍 这枚氢弹代号为RDS-220 又名大伊万或瓦尼亚 但人们最熟悉的名字是沙皇炸弹 讽刺的是 这枚炸弹的威力原本可能更大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科技研究项目主任亚利克斯 维勒斯坦2021年发表在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网站的一篇文章中说 它的设计当量高达1亿吨 但实际爆炸当量只达到5000万吨 维勒斯坦说 爆炸产生的火球直径达到6英里 约和9.7公里 足以覆盖华盛顿或旧金山市中心 或者整个曼哈顿的中城和下城区 感谢观看